接下來這一位表演者 我想全員制的人都知道 他是全員制裡面最有才華的男人曾維庭 那麼 好 欸 維庭還沒出來啊 那他曾經上過大學生的煤 他在金玄獎也曾經得過了創作組第二名 同時也是今年主 金玄獎主題曲的創作人 那麼 接下來他要帶來一首他自己的自創曲 那我們就請他自我介紹一下 來介紹一下他所帶來的歌曲 曾維庭上來了 這位挺 你要讓我知道你是誰 還是交代一下 對啊 對 要 好 這個突如其來的我真的知道要怎麼辦 快飛走耶 我的冰淇淋 好 謝謝你 雖然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是真的很謝謝你 就是這首歌曲是我最近寫的歌 那是一首台語歌 然後我第一 這是我第一次寫台語歌 對 第一次 然後呢 這首歌曲是要寫送給我的父母 對 然後因為 我講一個故事好了 就是 我們有時候平常練歌 然後幹嘛幹嘛 然後很忙 然後有時候忙忙回到寢室的時候 就是回到我住的地方的時候已經十一二點 然後真的一個人進去的時候才會想到家裡 然後就想要打電話回家 然後反正欸十一二點了 然後怎麼辦他們可能已經睡了 然後謝謝 然後我就想說他們可能已經睡了 於是我就沒有打電話回家 然後隔天隔天起床之後 算算先把我鼻子掉一下謝謝 就是隔天隔天起床然後又開始忙碌的一天 然後就這樣子一天過一天一天過一天 然後可能就是忘記都一直忘記打回家 後來有一天我哥哥打給我哥打電話給我 他就一接起來就罵我 他就說你怎麼都不打電話回家 然後你知道就是爸媽怕你忙 他就說每次打給你的時候你都說你在忙 然後他們就不敢打給我 然後我說可是那為什麼你有空的時候 你自己都不打回家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很很很愧疚 然後對然後再加上就是之前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很感人的影片 然後就是就很想家很想家 然後就寫這首歌曲就是對 然後我爸爸自從知道我會寫歌之後 他就一直跟我說 因為他只聽台語歌 他不聽國語歌 然後就跟我說 就是叫我一定要寫台語歌這樣 所以我就寫了第一首歌獻給我父母 對然後這首歌曲 就是下過雨的舞后 然後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再加上一首歌曲 然後再加上一首歌 然後再加上一首歌 就在rap 好朋友 然後再加上一首歌 然後再加上一首歌 我不是世心愛流浪 也不是出事就喚過 只是因為你秀後 未蓋一個也要白來吞 我不是照頭的心臟 也不是跳在不斷去 其實你都不在 我暗時停點啊想你 路過後的月光 想起後的路線 在運的心掛鏟 現在過了好無 辛苦的一天到開 未被感到傷 我知道你噴破 我知道你走總 你永遠就愛等著我 路過後的步 想起後的煩惱 才以後的狗狗 現在不敢吃飽飽 晚上有空落落縮 自是愛睡不著 身體自己照顧 也會好時多煩惱 煩惱自己生意 平安就好 唔 concerns ノ 靈姐太育心icieicas 電話沒接中 拍照給你掃心 我在你忍心臨 聽運會的聲音 在英雄あれ也低信 por 誰會照為了 肉橙 鬼魁 勃ю照為了 iggers要欣賞 在眼睫 section bite被美味 請求你說嘴OWN是藍 từ Nothing 我要討 Zukunft 誰會寧出普уть的 我不是丟在地瓜金 我讓你送我離開 是因為我跟火草 走馬塞的地 路過後的路 想去阿母的路索 在運的心肝 現在過了好無 辛苦的情感到開 蜜蜜感到笑 我知道你噴霧 我知道你早送 你永遠就要回家了 路過後的路 想去阿母的煩惱 在運鄉的亡情 現在更吃飽 暗時暗湯沒努力 自是愛君有中 身體給你照顧 也會好事多煩惱 煩惱給你生日 冰暗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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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路過後的阿母 謝謝曾溫婷帶來表演 太感動了 台下哭成一片了 這樣也會搭达一半